他们原本的想法是 若是只有一个人在杜劫 那么就将其拉到几方的阵营中 结果一看 有四个人在一起 明显是有归属了 至少他们是这么认为的 于是就换了策略 那策略便是绞杀 自然而然的 双方就没有多说什么 一见面就是打僵了起来 若不是那一个爆炸 他们此时怕是早已经是 因为一个小小的误会 打的是你死我活了 无怪于他们 他们又怎会想到 除了他们几个 竟还会有这么多的 金丹七修炼者聚集到一起 若是他们的战斗 继续持续下去 怕是真的要打得你死我活了 这好在事情啊 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 身旁的风 肆意地吹着他的头发 离那雷池越近 能量的波动也就越强烈 黄鼎天的心情有些沉重 说不清是为什么 或是环境太压抑了 或者是他自己想的太多了 超越金丹七七是容易的 那可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努力的 他的年龄算不上大 可也有三百多岁了 这一类人修炼 说白了就是为了那无限的生命 修炼到这份上 谁还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啊 当时义云提醒他的话 他虽然面上装作不在乎 但还是留了个心眼 毕竟生命安全还是最重要的 早已是感觉到那强烈的能量波动 但还是抵挡不住好奇心的诱惑 在那传言中 被修界所有修者 全部列为禁忌的存在 到底是个啥模样 他实在是很好奇 而且对那千年难得一遇的莫大机遇 同样是期待 虽然是暂时决定不下去 但让他立在远处 看看一包眼福 也没什么不妥 抱着这样的态度 黄鼎天慢慢地靠近了雷池 义云看着黄鼎天的身形 渐渐地远去 直到他的身影 彻底消失在视线中 义云闭上了眼睛 开始盘膝下坐 而他的身下 无声无息地扶起一个 忽隐忽现的六芒星图案 若隐若现的暗红光芒 将他的身形印衬得有些诡异 外放的魄力一直延伸到一里开外 义云才停下了魄力的释放 从空间戒指中取出一个葫芒 仔细一看 赫然正是那宝明玉葫芒 临行前 陆海天将其交给了义云保管 说是为了让众人放心 但又何尝不是怕这几个金丹妻修者 联手杀人夺宝啊 义云晃了晃手中的葫芒 打开了盖子 对着葫芒嘴轻声细言 公子 现在周围没什么人了 你可以出来了 这话音刚落 那葫芒嘴处开始腾起一阵惊烟 接着 红光一闪 一个红衣少年出现在义云的旁边 精神的短发 根根精神抖索地竖着 一身血红色的长袍 宛如刀削的英俊帅气面孔 那人不是我常见 还能有谁呢 在那鬼东西里面闷了这么久 实在是难受得要紧 难得是出来透透气 看了看义云掌心的葫芒 一把将其抓过来 晃了晃 倒了倒 却是什么东西都没弄出来 不由的就看向义云 这鬼东西是怎么用的 义云抬头看了看我 也是摇头道 我也不知道 陆海天并没有告诉我 他具体怎么用的 而且这东西是个法器 其主人并不是我 所以我也无法使用他 除非是陆海天挂了 你不能用 我眯起眼睛 上上下下地将义云打亮个遍 他依然是盘系而坐 没什么表情 无紧无波的扑克脸上 让人看了是很难高兴起来 好 那你倒是说说 你是怎么把我给弄出来的 不要告诉我 你是将我从葫芦里倒出来的 义云是面显无奈 是陆海天告诉我的口诀 但是这个口诀 只是用来装人放人的 其他的空间我打不开 没有口诀 一切都是白费的 他见我准备砸那葫芦的时候 顿时是出言提醒 这个葫芦比法器更高级的宝物 具体是什么东西 我也说不清楚 但是肯定是不会差到哪去 因此人力是很难破坏它 而且如果它只是一件单纯的空间法宝 那么即使你将它砸坏 也砸不出个什么东西的 里面的东西是在异次元空间中的 一旦这葫芦破了 那些东西只会被卷入空间裂缝 随着茫茫的风暴海一起漂泊了 对于他的说法 我很是迷惑 毕竟我对修界的一切 根本是没有半点的了解 一些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懂 看来要找个时间 好好地恶补一下 想到这儿 我看了看静在咫尺的义云 也许它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好 那个你先别提这个 有时间我会向你好好请教一下 修界的一些知识 希望你不要吝啬啊 毕竟是有求于人 放低些态度还是没什么坏处的 说实话 我对义云的印象并不是很糟糕 之所以对他苛刻 是因为他的那次近身偷袭 虽然那并不是他的本身意愿 但是若不是他心中有这个念头的话 以他的灵魂修为 怎么可能会被人所衬呢 以至于控制了他的行为 面上表现得再怎么不在乎 心中没有任何芥蒂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并不是不知道怎么处事 义云虽然面无表情 但我还是在他的眼底捕捉到了一丝松懈 他抬起头 看看我的眼睛眨了眨 你对修界一无所知吗 他见我点头 接着继续说道 你真的想学 我翻了翻白眼 真想上去撬开他的脑袋 看看他里面装的是什么 他看见我的表情 心中自是有了答案 好 你要问我问题 我随时可以为你解答 前提是我在你的身边 我不是什么都知道的江湖白小生啊 知道知道了 真是啰嗦 你将之后发生的事 都和我详细的说说吧 这样也好决定下一步的计划 毕竟我们现在是人单力薄 所碰上的几个人 实力是还算可以 我打算呢 将他们几个彻底拉入我的阵营 你觉得这个计划成吗 回头看了看一云 扭头望向远方 在这个陌生的世界 想活下去 没有实力是很难的 没有势力更难 回想起童年的点点滴滴 对于那些压箱底的回忆 仍是记忆犹新 对于那些琐碎的记忆 我可是视若珍宝 那些可能让我一生受用 一云站了起来 脚底的六芒心暗图 依旧是忽明忽暗地闪耀着 看到我是好生羡慕 但是为了不招人眼球 还是放弃了也弄一个脚垫的念头 将视线移向了一云的脸庞 计划是不错啊 可是不太现实啊 因为到了金丹期的修者 是很烦受人约束的 而且那样对于修行也很是不利 你的计划呀怕是很难实现 一云摇摇头 并不赞同我的看法 真是可恨 他竟然打击我的自信心 可是咱岂是那种 轻易就被打垮的人呢 挺直了胸膛 脸上浮起桀骜不逊说道 我知道现在说这话有些心虚 但是我相信我的实力 也相信我的能力 我会将这件事办好的 也许它是个挑战 哦对了 你这个军师可不是白当的 总不能让我这个司令亲自上阵吧 时机到了就看你的了 表现得好的话 可是有奖励的 一云是越听 脸上的黑线就越多 但是也不好说些什么 毕竟咱的地位摆在这儿 他倒是没打算从我这儿 得到什么奖励 只要我不去刻意的为难他就行 我明白这些 但是我更明白 讲法分明对于一个 一直需要纪律的组织 是多么的重要 因此所说的话 倒不是为了让他难堪 只要他的成绩好 那么我并不会吝啬 连一个小小的奖励都不给 若真是那样 这岂不是让人心寒呢 有谁愿意跟着我呢 终究我会变成一个孤家寡人一样 这计划岂不是全都泡汤了吗 没有再去留意 一云脸上的表情 我开始背过身 听他仔细为我叙述 说着这些时间发生的事 大脑呢 也是跟着飞速的旋转 细细地分析现在的情况 穆华 莫是兄弟 已是基本确定留在我身边 首先穆华是莫鸣的徒弟 而莫鸣又是莫齐的弟弟 而莫齐呢 则打定主意要收我为徒 这如此一来啊 他们三个与我肯定是要走到一起的 倒不是我阴谋算计 而是世界本是如此 我们也只是各取所需吧 当然 如果情况允许的话 我想我们之间的关系 可能会变成真的 或是师徒关系 或是兄弟之意 毕竟日久生情这四个字 所蕴含的真理 是经过数千万的人 多年的证实得来的 那个陆海天 倒是让人猜不透 有待继续观察 总是觉得 他来这决婚谷的动机 并不单纯 心中啊 约有种预感 这些天发生的事 或明或暗的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无形之中 可能是有几只大手 在背后 暗暗的操纵着这一切 或许之间 或许之间还有几多的意外 但是想来应该是不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 陆海天 陆海天这个人 我总是感觉他一直是在隐藏着自己 而且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一直在封印着自身的实力 其本身的实力 绝对不止金丹七那么简单 虽然他的一切表现的堪称完美 让人觉察不到什么不妥之处 但是 在他靠近他的时候 那种心迹的感觉是绝对不会假的 他的实力 或许就是我见过的几个修者之中最高的一个 暂时划上杠子 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此人要小心的提防 不约而同的 义云和我说出了同样的话 倒是挺默契 看来这个人的确是不简单 此时 那剧烈的能量波动 开始渐渐的减轻 和义云对视一眼 转身看来看雷池的方向 面上露出了些许期待 说对那莫大机遇不动心 那是假的 对那传言中的宝物 也是上心的紧 可是当明白机遇不可求 更不能强求这句话的含义后 我不得不压下心头的动大 义云觉察到了我的情绪波动 走上前与我并肩 扭头朝我微微一笑道 其实公子大可不必在这些事情上劳心的 机遇这种事是碰上了 好好把握就是 当然机遇是不会白白的出现在你身上 有的时候啊 在外面走走也是好的 仔细想想也是 这些东西对我们这些修者来说 完全是不可求的 或是靠缘分 或是凭运气 现在雷池那边的情况应该是有了变化 能量波动正开始慢慢减轻 我们还是先过去看看情况吧 抛开话题 我朝义云说道 现在这儿的动静这么大 怕是过不了多久便会有修者过来 说说你有什么计划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义云捏了捏鼻子说道 您说的很对 这边的动静是大了些 而且这附近的人哪 怕是不在少数 此时怕是那雷池边上早聚满了人了吧 我们现在这样过去 有些过于夸张了些 对于那些在修界不入流的修者们来说 我们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神 而我们的实力一旦是全部展现出来 肯定会在人群中引起轰动 如此一来 想必公子也想到这一层了吧 一云谋中闪耀着金光 不动声响的马屁让我是很受用 其实我又哪里想了那么多 完全是他自己的设想 虽然言过其实 但我依然是很高兴 朝他微微一笑道 说说你的想法吧 我也不认为我们高调出场会有什么好处 好 那么从简单的开始说起 我们不能就这么飞着过去 因为前面一些多处是雷池的范围 公子你看那里 一云拉着我的手躲在一片乌云后面 望向一里之外的地面 天空虽然是暗淡低沉 但是你两人的视力 自是清晰地看到了那泛着光泽的雷池 还有那雷池边上密密麻麻的人群 情况似乎又起了变化 人群中猛地哗然乱作一团 只见那原本一里建方的水中 猛然地开始闪耀着淡蓝的雷芒 而且那雷芒在预见的增多 便在这时如墨的天空猛然一亮 那突如其来的电芒 让人不觉瞳孔萎缩 有的受不了的就捂住了眼睛 更有甚者因为修为实在是不入流 因此伤了眼睛 剧烈的刺痛令他们是声嘶力竭地狂凹着 颤抖的双手捂住那可能再也修复不了的双目 是啊 有些让人心悸的气氛并没有持续多久 接连的几次闪电 伴随着耳鸣欲聋的雷鸣 正当人们以为要下雨了的时候 狂风开始大作 凛冽但不刺骨的寒风 就这么任凭地吹了过来 将措手不及的一些修者吹得是脚步亮枪 而几乎在同时 一声惊雷压住了世间的一样 一切声音 伴随其一道电闪 让时间的一切在刹那间失去了全部的颜色 九条三人核爆粗的闪电就那么从天而降 直直地插入那一里建方的雷池中 而那传说中的雷池也变成了真正的雷池 众所周知谁是可以导电的 那么如此强烈而又霸道的天雷导入水中 那水中的人是否能安然地存活下来呢 雷池下面 我们的八仙仍是不紧不慢地与那不计其数的雷芒进行着无聊的游戏 莫名在观察了一会儿自己的徒弟后 彻底放下对木华的担心 与心意相通的哥哥木齐 无聊地打起了口水仗 虽然双方谁也听不到双方的声音 但是能看清对方的口型就好 他们的口水仗刚刚开始没多久 便宣告结束 因为那上面粗大的雷电直直地捅入到水中 这好巧不巧地刚好从他们兄弟俩中间给穿了过去 惊得两人急于是大声尖叫起来 或者是因为受惊过度而失明了吧 没等他们两个喘一口气 那雷柱已是每秒几里的速度又捅到水底的礁石上 于是乎震耳欲聋的轰隆声 再次传到了地面 让人误以为是天河崩塌 同一时间所有修者开始集体后撤 就算是再奔 也知道站在那里 就算是天神眷顾 保住了你的小命 但是总不会有好果子吃了